在这个超市这边呢 有好多年轻人 在 家学的超市 你们好 你们是哪的呀 是大学的是吧 是现在开学了吗 端午放假 我说难得见一些年轻的面孔 对 一直封校的吗 你们 好朋友出来了 学校管理特别严格 你们那个学校人很多吧 学生 没看这么多吧 对啊 你看那边一帮子孩子 都是年轻的 具有青春活力的孩子们 你们学校里好像那个 食堂搞得特别好 什么都有吃的是吧 是的 还好 一般 一般 超市你们 这有两个超市 你们超市看了没有 赚了没有 赚了 东西怎么样 价格 挺圈的 比学校里要便宜 比学校便宜 哎呦 那是个问题 学校就是 学校按照应该 咋说呢 我们最近刚来 就是很多上次的领导 各个地方的领导 各部门领导来检查 哦 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反应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送校呀 放假呀 这个样 哦 你看你反应这个问题 挺好 反应实际 对我们出来了 对对出来了 对 反应我们就先出来了 哦 哦 是这样子的啊 老家都是哪里的 你们都来自 黑龙江的 你啊 他们都是来自 哎呦 黄头发美女 山东的 山东的 山东哪地方的 太安的 太安的啊 看咱们是 最你们的同学里边 最远的是什么地方 有南方的吗 最远黑龙江 南方没有吗 死川的 死川的啊 有死川人 听说你们这个学校 还有个网红的 很厉害是吧 是男生还是女生 爱跳舞的一个是个女生吧 一男一女 他们是组合吗 哦 各是各的 对 说粉丝很多 哦 是的 是不是啊 你们挺羡慕他们吧 他们上了学就能赠钱 但是他们长得好看 啊 长得好看 好看 真的好看吗 真的好看 我光听说说咱们那个 在学校里边有网红 一个是东营的好像是 女的是东营的 那我就不太了 不知道是哪的哦 哈哈哈哈 你们也没想搞搞自媒体啊 我们也没有那个实力 没有那个实力 那不一定 谁都能搞 小猫啊 你们喜欢小动物啊 我们养的猫 你们自己养的 学校里还这样养吗 我不让偷着养的 偷着养的 哈哈哈 犯规了 啊 又有一拨学生啊 他们打的这个小地名车 打的小地啊 过来了 都来采购来了 你们好 今天放假了呀 来逛逛逛逛逛超市 哈哈哈哈 看今天你们同学挺多的 一拨一拨的 都想买点什么东西啊 那后修来逛逛的 看那个 这公路边啊 海边那边啊 有一群孩子们啊 一群学生 估计是往海边走 这边来了一辆这个什么车 一个叫商务车 下来两个人 咱可以问一下 你们好啊 你们是来自哪里啊 从青岛过来啊 今天端阳阳节到青岛过来 干嘛来了 看房子啊 这是干嘛去啊 这就是青岛这个社区来报备 还要报备 哦那你们那个什么 青岛到这儿是坐什么车啊 就是坐这个车过来的吗 就这车过来的 这个车多少钱啊 车一位一百 一位一百 从青岛什么地方上车 从青岛北站 从北站上车 一直拉到小区门口 一直拉到小区门口 你反正到哪个小区 他给你送到哪个车 哦那还行 我看你们我看你们拖着 行李带着包的 我看估计是远行远行者 是下高速有什么要求吗 下高速要做核酸的 做核酸了 你们都做了 都要做核酸 收费吗 不收费 不收费 那为什么要报备 是给你们 就是这边管控嘛 社区要到社区去备案去 哦那你们知道是到哪个社区 他给他们说了 给我们打电话就说了 在车上就都 就扫好了 都扫好码了 哦 对这就是社区 这就是我们那个 叫做白岛湾社区所在地 就海支 海支援小区吧 海支援小区 今天这个大学生们 这个放假了 好多学生都出来 溜达溜达 有的到海边 有的逛超市 你看他们买的西瓜 买的什么的 我跟着他们 来到了白岛湾社区 看他们怎么来登记 这个我这个程序还不知道 这也是第一次 到社区来 这是我们小区所管辖的一个社区 管辖我们小区的社区 你不就是从辽村过来 还是从商区过来 工作人员在咨询 来的人的来自哪里 然后做记录 对对你好 你是从哪来啊 常住人是吧 哦对 这是 你是领朋友过来报备来了 好好好好 这一说话就知道我是谁 这里还要测体温量绿码行程 做登记 这两个来自青岛的游客 那有五号再去做一次 我明天就去做 明天我们两天做的话 必须要间隔24小时以后 我才每天都去 多心吧 你每天都去 我的意思是 你今天做了时间点啊 你明天去做 必须要间隔24小时以后 要不然的话没有用的 所以你这六月五号上午做也可以了 因为正常来的第二天 跟第四天要做 多天两晚做的项目 要求的是 你再间隔一天 要间隔一天 要间隔一天 这个五号再去做一次 然后你两天不做 后天做 然后你这两次做完了以后啊 才能在公共场所就行 不是 我嫂的话就是说 你们要算码 肯定我嫂 你只要是你没做过三次 你只要在我们当地 撒公共场所码肯定都是 变不了绿色 那我就做了三次 三天做三次可以做 三天做三次 你每次 四天做三次核酸 四天做三次核酸 这是要求 看这电脑 电脑联网 只一查 全有了 来自哪里啊 去哪里啊 管控非常严格的 二位美女 咱们今天来咱们社区 报不备有多少人啊 大概 已经有多少人了 对啊 你看流动的 可以 有几十个吗 每天每天都有吧 每天都有几十个 有没有上二十个 三十个或者是 有时候可能会过来的 这样子的 这位小先生 你来自哪里啊 湖北 湖北过来的啊 如果说是风险区来的话 怎么办呢 风险区 风险区如果所在的区 或者街道 有的需要居家隔离 有的需要基中隔离 基中隔离啊 对 他们都是属于绿码 就 不是 不是只是看码的 你这样子 不是在一个所在的 风险区 管控区 它是那个码 也是绿色的 哦 主要是所在的街道 有风险所和风险 哦 就相应的说 基中隔离 或者基中隔离的测试 哦 有一个测试啊 对 所以说这个 风控区的人 最好别来先 太复杂 出不来 出不来 还有 风控区所在的街道 来了以后 也是需要 基中隔离 一般基中隔离几天啊 中隔离是14天 中隔离是7天 哦 我们俩人一起的 这边还开了一个叫 报备的接收单 这个接收单是不是 要交到物业去是吧 对 交到物业 怎么今天坐核酸了吗 坐了嘛 就下高速坐了一趟 早上在青岛那边就坐 青岛那边也是 四天一次核酸 哦 青岛四天一次 咱们这个地方是 五六天一次吧 嗯 四天一次 然后下了高速又坐了一趟 下高速又坐了一趟 24小时以后还得坐啊 嗯 这按照规矩来说的 24小时 然后再隔一天 要求看你们的行程码是吧 哦 对 哦 怎么看行程码怎么 好像有病的 好像是老病的 从青岛过来 对 准确无误 5号跟6月7号 自行前往那个 徐家中微生院 或去白产生院 要去做哪次核酸 5号跟7号 5号7号 对 你们上午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回去了 哦 行行 一会儿拿着这个单子 到工业市中间包备一下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房间 中间打个招呼就可以 行 好了 好了 谢谢你了 嗯 嗯